開始錄了 那個好像剛剛有愛用者說畫面好像太小在調大一點 愛用者 對剛剛在電梯那邊遇到 這樣上面會不會折 差不多這樣子 大概有同學來看一下 好 來 四十夜 今天天姐比較辛苦 我們要講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我們在上一回上課的時候 我記得有把整個分歧 大概跟大家先做一個交代 那如果你對照課本的話 就是在四十一夜的這一章 那一般我們都把大革命分成三個時期 好 然後這三個時期 好吧 因為可以一邊再叫 我們先來問一下好了 這三個時期我們如果有階級 中藍階級跟底層的群眾來講的話 大概三個階層我們可以怎麼樣劃分 來 抽謝謝 好 大革命分成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如果以階級利益來講的話 它反映了誰的利益 好 謝謝 三十三號 好 那就是平均請回答 要是隨身點一直讀不出來 我們就一直溫路地下去 就是說我們知道整個大革命 一開始就是兩批不同的人 在或早或晚的時間登上了革命的舞台 底層的群眾 然後中藍階級 所以三個階段分別是 培答就是第一個階段是比較反應哪一個階層的利益 好 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異層的人民 第三個階段 好 所以哪兩個階段比較像 好 一跟三階段來請坐 這樣就可以加分了 好 這個看到的是說在上個禮拜講的 就是革命三個分期 然後它的分期分三個階段 它的架構 我們先把它掌握得住 好 先把頭裡面的那一張交出來 喔 對 對 這是我們家的電腦 大家要致敬一下 我腦子在這裡好好看 好像他們以前都有特別練過 我想我們都缺乏訓練 所以要來都不解反術了 還好這個時代有一種東西照單槍 好 來看一下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 反應中產階級的利益鋼 已經拉出來了 這第二個階段很特別的 我們待會兒講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有很多我們可以說是現代的新發明 是在這個時代創建 但這個發明不會是正階級那一種 我們講的是某種理念 或者某一種架構 好 那我們在講這三個分歧 依序講之前 我們先介紹一個人 課本沒有講到 但他重要 你們先回答我 我們上禮拜在講美國獨立的時候 有位人凶寫了一本叫常識的小冊子 後來廣泛的被閱讀 因此也推進了美國獨立革命的這個節奏 那個人是誰 對 潘恩 他是不是也是美國的國父們其中之一 因此我先把握住 那西野其實有一點 在法國大革命扮演類似的角色 他出了一本小冊子叫《何謂第三階級》 就在大革命那一年的年初 那潘恩當初出版嘗試也是在1776年年初 他問了三個問題 一次問是大 首先什麼是第三階級 他們是國民權力 everything 其次他們親信在政治上的異位如何 什麼也沒有nothing 最後他們的要求是什麼 取得應有的分量something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有力量 而且很簡單 把啟蒙的思想或者把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 那個道理講出來 這一位是西野 他其實是神父 也就是天主教的神聖人員 那反而是因為這樣子 他對所謂的特權表現得非常深 我們知道身為特權 不見得就支持特權 這個不一定是畫上更好 那後來他跟整個法國大革命很有關係 除了我們現在講的《何謂第三階級》 後來的網搜場宣示他參與其中 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 他也是七少人 1799年他發動了五月政變 跟他過了 因此結束了法國大革命 所以他完整的參加過整個革命的議程 但我們如果以法國大革命的基業政黨來講 其實這樣的人還並不是特別多 但是西野是其中之一 那這種話一定不會是老師 都一定是現代優化的統合 那我先回到四十頁 三級會議變為國民會議 你們先告訴我三級會議是按照什麼原則來投票的 那階級 那統一會議其實跟三級會議是同一異人 我們講過教師300人 第二階級會議組300人 第三階級以中產階級為主600人 那原本按照階級投票 人數就不是重點 所以廣告一個法案牽涉到既得利者的權利的時候 那就是二比一 第三階級是沒有辦法 會打在人數上的優勢 可是現在國民會議不同 那是以人數來標準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演變呢? 法國三級會議在1789年之前已經一百多年沒有開了 那這一百多年沒有開是因為 本來按照中古式的國會 在英國就叫國會 在法國就叫三級會議 那其實是國王有需要的時候 才把各個階級的人 中產階級的貴族找來開會 那通常找來開會就是我要增加新的稅 意思是我要尊求你們的同意 那如果我按照以前的方式收稅的話 我就不會另外再開會 不同意思 所以法國現在貨少屁股了 財政的困難 導致路易16不得不把這三個階級的人 聚集在一起然後開會 可是這個時候 因為已經經過了啟蒙運動 經過很多心思想的氣力 第三階級就不願意再按原來的優勢位置開會 所以他們就主張意的意料 而且他們宣揚這樣的理念 那剛剛他進入一場 這時候路易16就耍介紹 就把整個法爾賽宮三級會開會的場地封起來 說要徵修 對 就沒有辦法開 於是他們沒有辦法有一個場合去宣揚他的主張的時候 他們就來到法爾賽宮的外面 那天運氣不好就跟那個下雨 就跟那個苗布亞來的時候不直接下雨一樣 那因此下雨導致他們沒有辦法在雨中進行測試 他們就跑到達爾賽宮附近的一個網球場室內了 因此在這個地方就有所謂的網球場宣示 請看到第二場的地方 所以這個宣示我把它的市值大概找來了 這個是今天網球場的樣子 這是網球場 當然你不能用我們現在的標準 但是現在不會是大網球場 看得出來現在應該比較像是一個 也不是旅宿館 它可以聽像嗎 你會去嗎 這個地方大概只是一個去法爾賽宮附近順便去看的一個歷史景點 也就是讓你體會一下歷史現場 看起來是滿像的 全部都擠在一起 不過我想這張一定不會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你仔細看就會發現它的左右環環對稱 意思就是它是刻意營造所有的最後 都會把夢光集中在這個 在講釋詞的那一位人秀的身上 所以這一張的構圖跟我們先前講的 拉菲爾的亞電學其實有點像 就是它是一個很嚴謹的構圖 會讓一個事件集中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宣誌 無等陛下事件一定要訂出一套憲法 那叫王國憲法的意思就是均屬立邪 保留路易十六的國王的行政權 可是他必須要受到比較近代式的議會的監督 那因此他們就說我們一定要達到這個目標等等 那後來的情況是很多人支持他們 以至於在行事左逼之下 V16本來是反對的 後來就叫第1跟第2階級加入這個國民會議 所以你看V16如果早一點就是說 那就順勢改成國民會議吧 用他不好的權益 是不是事情會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我們說他常常在錯誤的時間做正確的決定 這邊就有一個了 那V16妥協已經是國民會議成立 所以請你先注意到一點 所謂的國民會議的人跟三級會議是一模一樣的 國民會議改變的是遊戲規則 本來是一階級一票 現在是一人一票 所以第三階級就掌握了優勢 因為就像西野他是教師階層 但是他就支持革命的 就是說這個時候行事對改革是有利的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 不久之後底層的群眾也增長 那這個形式是受到國民會議的激勵 那他其實有幾方面的原因 課本這邊有一些分析 第一個 國民會議這樣開會了 可是路易十六或者這些特權階級 還是用很多的方式要去阻撓這些改革的法案 因此對整個法國在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很多人是憂心統統 那不見得是我們後來看到的結果 第二個 這個請你把它畫一下 第二段的第三號 天災導致戶下培獎 你知道法國這種財政困難 或者是階級的不平等的狀態嗎 其實很久以來都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都要找一個1789年的原因 那之所以變得很奇怪的時候 天災喔 所以在1789年法國最動人的口號 大概就是我咬麵包吧 因為你得先吃飽 你才有辦法去想其他的事情 你想想看 培育於這幾年歷史最激烈的一刻 就是因為吃所產生過 應該是在你們剛入學的時候這個 差不多啦 對啊 當然那件事情的那個實際情況 我不是很清楚的話 但那件事情跟吃有關各位同意嗎? 就是疑似要不讓各位定外食的 以至於各位就瞬間化身報名了 對 我再來不是好學之後是報名 不然他吃我就報仇了 懂那個吃半點的重要的角色吧 然後那因此底層的群眾 這時候純純欲動 在7月14號公曲的八世底 這個是後來的人所畫的一個畫 我猜八世底大概沒有那麼高了 那八世底 課本是不是寫八世底監獄 你把監獄兩個字畫掉 不是說八世底不是監獄 而是八世底這個詞本身就是發文的監獄 所以當你講八世底監獄就成監獄監獄 那不是舉過很多這種例子嗎? 查理大地大地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對對對 就是爸爸法老 法老王 對 那這個地方又變成寵物 中文有時候在中藝的時候就問到 那這件事情是大國國慶日的由來 那這件事情當然不是只有底層的群眾 好像可以把這個地方攻下來 這邊本來是一個軍事的要塞 那後來自幫軍事要塞以後 有一段時間是不按政治犯覆 福德派曾經被關在八世底 所以攻陷八世底並不是說 他真的好像把一個什麼路易十六很重要的據點拿下來 他比較重要的意義是象徵的 也就是蠻抗暴政 因為這本來都是國安城的政治犯 那攻下八世底之後引起了馬里 以及其他地方比成的米 紛紛揭竿起印 這時候抗稅不繳稅給教室貴族 然後這個時候有暴動 因此你看賀瓏他是用一個詞叫大恐慌行動 所以我們如果看三集會變成國民會議 那個是中產階級 我們現在講7月14號八世底之後的一段時間 這是底層老百姓 他們的目標當然共同的是不要打倒權貴 也就是一二階級的特權 但其實他們到後來 他們的想法以及他們的目標並不見得臨制的 等到10月的時候 因為糧食的供應情況沒有好轉 以至於這件事情號稱是法國大革命婦女登上台面之時 也就是10月9號 他們向法蘭塞公進軍 他們喊出的口號就是叫路易十六給他們麵包 然後這件事情報到法蘭塞公 因此路易十六等於是被群眾所包圍 被或從法蘭塞公搬回到馬尼斯去 我們知道當初法蘭塞公是誰蓋的 路易十四 他是在郊區 用法蘭的郊區 所以這個時候國王等於是被迫先回市區 那如果你要問他為什麼被迫先回市區 是因為很擔心他逃不掉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這個大恐慌的行見 很多貴族就開始跑往 往西邊跑 當時的歐洲越西邊 越開放 越自由 這是講一個大概嗎 越往東邊 越保守 越專制 那你知道貴族其實是很特別巡邏的 貴族是不是一個階級 他這個階級包含王室貴族 他們是常常跟其他國家的王室貴族同分 所以其實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概念 有時候我們現在去譴責他們 後來會講一些事情 他叛國 他是不忠於自己的國家 其實我們有一點是拿後來的觀念 來匡在這一些 international 貴族的上面 他往東邊走是因為在東邊 布魯士 奧地利有很多是他們的娘家 有很多是他們家族的所在地 但歐十六也一樣 這個時候他可以說是貴族當中最高的一位 那是不是有可能逃亡呢 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 而且後來遲遲發生的 大家看法國的國旗 在攻陷八十年的過程當中產生 法國國旗的創造者叫做阿法葉 這個你回答一下 這個阿法葉就是我們先前講的那個阿法葉 先前講的阿法葉是幹嘛的 美國獨立大法葉 就是法國不是跑去支援美國獨立運動嗎 所以那一位阿法葉幫助了美國獨立革命 這個時候他又在法國大革命扮演重要的角色 很奇怪 他都在歷史舞台的最中央 就是就這麼巧的事情 那他把巴黎當時代表的藍色跟紅色的中間 加入了波旁王室的白色 一直成為現在法國國旗三色旗的遊覽 先看這個 就是波旁的王旗 因為你看他就是白色 那他中間的圖案是鵌尾花的 這個你去看一些 大概在近代的法子電影 很容易看到這個 就是波旁的家族的徒歸或者是王室的徽章 譬如說各位看那個《悲慘世界》前兩年 羅蘇克如果不是演一個就是要去 沒事就要去逮捕上萬強的那一位嗎 所以他是張就這樣的規章的樣子 好 那一直後來法國的過期長這樣 視頻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 阿法葉法國的將軍政治家參與 先後參與了美國跟法國的軍力 還有怎麼樣 還有一個律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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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要呈現X型資質 再來我們看到 這段時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新成立的國民會議頒布了人權宣言 它可以說是啟蒙思想和結晶 現在我們要做一個對照 先翻回到課本的31頁地方 請看31頁 31頁是我們在21期過的另外一個宣言 是美國獨立宣言 在1716年 我們現在講的是法國的人權宣言 在178種年 美國的獨立宣言一言以畢之天賦人權 31頁這一頓 我的權利是你英國國王英國國會 不能夠剝奪的 因為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 天賦人權 或者前幾年我看到變成人權對付 就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看到的是人權宣言 我們現在拿來做一個比較 像這些這些 是不是跟你在31頁看到的獨立宣言 相對是接近的 我的財產 我的生命 我的blah blah blah 這些是你政府不能剝奪的 這種馬正利跟政府放在對面 請問是中產階級還是你什麼想法 中產階級 所以他比較弱客 各本31頁的美國獨立宣言也比較弱客 其實這個信物真心 可能沒有像我現在講這麼單純的話 但我們用比較簡單的報紙來談 可是你看一下第三頁再後一遍 整個主權的本源主要是寄托與國民 怎麼這句話比較像是誰會講出來的 洛克夢德時就還是魯述我選一個 來魯述我 這句話就是把主權在於你講得長一點 所以你要知道其實整個法國的人權宣言 已經有一些不太一樣 我現在看到課本的42頁 有看到第二頁跟人權宣言 42頁 好 人權宣言的第四頁 你看一下課本怎麼去除 主張主權為國家所有任何凡體個人的權利 來自於國家 然後你再往後面看最後一頁 它附有如說社會契約論的色彩 課本都直接這樣講 所以我們看這兩份宣言大概隔了10多年 但其實它能在概念上是有更進一步的趨勢 這東西滾到這裡來了 這樣按起飛到那個強座底下 好 再我們往後面看後一邊 後面這些其實都比較洛克 就是我的言論自由 我表達意見的權利 我出版的自由是不能剝奪等等 財產甚至不可侵犯這些都很洛克 因此我們初步的對比法國的人權宣言 更進一步的展示了整個啟蒙的精神 可是你知道 如說那一道是不是認為人民跟政府是一體的 這兩種思想應該很難就是完全融在一起嗎 所以人權宣言其實只是概念上這樣講 實際上要做的話我想可能會有一些 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整個國民會議最重要的是要直線 因為他們當初的網球廠學士 是不是就發誓我要訂立一套線 所以請看到這個直線的國民會議 那當然一四點是頒覆一套線 我把這裡處理一下 就是把國民會議 這大概三年左右的時間所做的事情 第一個 費工件取消一二階級的特權 那這件事很重要 在法國 在上一節課 我們是不是講法國在1789年以前叫舊體制 1789以後我們公寫就會叫新體制 法國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歷史的斷列 你要叫分水嶺 要叫轉列嶺都可以 可是我們如果放在英國 缺乏這樣子的一條線去做區隔 英國歷史比較像是一個建篪 因為它的改革比較相對溫和 除了查理被砍頭那次之外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英國歷史就很難找到一個詞 叫做舊體制度 然後新制度 突然再不一樣的轉變 我們都講法國其實走的是一個很奇景 累積了很久的那些問題 瞬間一次引爆 然後很大的程度解決它 這是第一點 我特別談論 第二點 發表人權宣言 剛剛講的強調主權在你 這是它不同於獨立宣言之處 第三個 沒收教會財產 再來的教室比較像是 國家的那個什麼公務體系的那種代表區 也就是國家掌握的教會 所以教會當然是天主教 第四個翻譜憲法 請你在第五點課本寫上 這一套憲法一般就叫1791年憲法 因為在四年之後被委屈1795年憲法 如果你不把它區隔 你就沒有辦法去分別它們哪一套 好 軍主力限制 行政權在錄一十六 但它受到正式國會很大的居屬 因為這不是軍權神奏 這三權分離 夢得持久的想法 司法是獨立的 所以這一套軍主力限制 曾經在1791年之後實行過很短的一段時間 好 這要跳過去很快來不及了 那這一改革措施請您看一下四十三頁 它大概都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利益 你只能看到中產階級一旦大共告成 昨天跟貴翔老師聊天的時候 他對這個大庭告成沒有意見 我覺得這個講得很不具體 那你只能看到的是中產階級 大概他們的主張這幾年的措施 大概滿意了 可是中下階層 進化第二盤的話下來四十三頁 也中下層的民眾有欲罷各種的情緒 那所謂的欲罷各種的情緒 那所謂的欲罷各種就是他們的一些主張 或者他們的想法並沒有落實 畢竟當時的國民會制限的這一群人 當時比較中產階級 這一課其實提示這個就是告訴你 革命已經到的一個分水嶺了 那群眾可能試圖要再深化革命 有更進一步更激進的措施等等 那實際上革命走向激進 除了我們剛剛分析的不同階層的利益 慢慢沒有辦法完全調和之外 還有的是貴族以及國王的動向 那大家有講這些貴族他們是International 他們可以跨國去取曼 那當時歐洲越往東邊越保守 所以他們都聚在日耳曼的西部 日耳曼是在法國的東邊 所以他們往東邊跑 那所以你從這一點就發現 法國大國民從頭開始 它就不是自己的事情 因為他們要推翻的特權階級 在法國也有 在日耳曼地區也有 在普魯士奧地利也有 是在英國也有 在俄國也有 所以這一場革命為什麼很容易被外國干涉 在這個地方 我不是幫我特別講出來嗎 因為對這些保守勢力來講 撲滅革命勢力就是保障這些特權階級 可以繼續的存在 對法國的革命者來講 為了確保革命的成果 所以是不是也得連帶的對付 外國的這些衛族階層 或者外國支持衛族階層的這些勢力呢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後來學上加創的是 路易十六年棄土逃亡 其實應該說他逃亡 在1991年的年中 那這個逃亡我們光看這一張 你就知道好不可能成功了 所以當時他逃亡失敗 然後被A軍隊被群眾架回來 他說這種車要逃亡嗎 這種車在法國只有誰有 只有他有了一台 然後路易十六他在逃亡的時候 你知道破冠奢華的生活的人 他沒有辦法過一般的生活 所以他要把他的髮型設計師一起帶走 要不然他那個QQ捲毛沒有的幫他打你 那B子類推是不是幫他打你三餐的那個廚師 你廚師這個髮型設計師 事實上最瞄是逃亡事件 逃亡的意思是不是 我現在已經行踢歹歹不行了 所以我要落跑了 可是他是行踢歹歹沒有錯 可是落跑一大群人 結果可能逃亡的時候路人不知道他是路易十六 就覺得這一群人很奇怪 然後最近風暴了 後來軍隊追來然後就被逮回去了 逮回去之後就返回巴黎 那本來就是一個被監管的狀態 現在行動是被軟禁了 還有雪上加霜 霜再來要追尋是不是 不太清楚 路易十六的老婆馬利安侯尼 洩漏軍事機密給聯軍 讓法國軍隊被打敗就是賣國賊 你是法國的王后 你出賣情報給奧基尼 可是他是從奧基尼加來的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這一群人的Internation 在新的時代只顯得不合時宜 容易激起法國人的憤怒 我想這剛好是一個新舊的思想交替的時刻 我不是幫馬利安侯尼講話 我只是要你體會一下 他們腦袋裡在想什麼 以至於他會幹這樣的事情 這是馬利安侯尼來自奧地利王室 奧地利王室我們是叫做哈布斯堡家族 下巴也比較長 有喔 有吧 然後前幾年有一部電影在演他 這一部電影中文的翻譯 還蠻蠻蠻蠻在白金 英文的片名就叫馬利安侯尼 就是在研發 反正這種演歷史的不一定要想 有時候是看到從什麼角度切入 再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總統的事情 包含底層的人民有更進一步的革命的想法 包含了國王跟王后的泰國 包含當時貴族叫囂其他國家的貴族 一起推翻革命勢力 所以他讓整個法國陷入一個軌跡的狀態 我們看到四十三頁 大概在第四 第五行的地方 法國這個時候已經跟他東邊的國家 事實上已經開展了 所以法國就陷入到一個很軌跡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擔心國內的這些貴族 國王有可能跟外國勢力勾結 所以整個法國人情緒沸騰 當時的共和派因此就發動了政變 那這個共和派叫亞特丁派更有形 那我知道剛剛的那個國民會議 在制憲完了之後 他就把權力交給立法會議 立法會議是正式的國會 那立法會議跟先前那個國民會議不太一樣 他的組成本來就比較激情一點 亞特兵又是激進當中的激進 為什麼會這樣子 本來的國民會議是三級會議同一個人 我們剛剛講過 他們相對不如何 可是他們制憲的時候他們就講 我們制憲完之後 為了表現我們的大公公司 我們都不要去競選正式國會的議員 因為這樣子我們在制憲是會有點自肥 也不必自行 所以後來選出來的正式國會叫立法會議 選出來的議員都比較激進 那都比較激進他本來就會有比較激烈的想法 那亞特兵就是當中最激進的一群人 因此他們在1792年請把43頁的上面這一段 最後兩個畫下來 擔心皇室復辟在1792年的8月 攻進王冬 那在巴黎市區的王冬 我查了一下他叫杜勒利公 我等一下會特別再講這個杜勒利公 因此國王這個時候成為吉下球 那等於是推翻了波旁皇室的控制 我覺得課本兩句話寫明會不太容易體會到重要性 寫在課本的主編扣白書寫上 這是一場正變 正變寫下 再來我們談的每一場正變 就是革命從前面的階段進入後面的階段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在談大國大革命第一階段 這一場正變之後進入到第二階段 這個是共和派共下的王公 這是一幅油畫 就是不可能我們這兩行講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王公不樂利公 在之後的大概幾十年的歷史當中反覆的被攻在 因為這個王公不只路易十六待過 後代拿破倫待過 路易十八待過 查理十四待過 路易斐利待過 路易拿破倫待過 他比較多的好幾個後來都被進攻 所以這個王公就一直被進攻的狀態 這個王公長這樣子 今天已經不在了 1870年的巴黎公社的時候被拆掉 沒辦法講這一段 你只有自己去圍基百科看一下 那這個王公非常重要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後方遠處是什麼建築物 海旋門 是在同一條周線 那今天這個地方沒有杜樂利公 整片是一個綠地叫杜樂利花園吧 然後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水池 那還是蔡明亮在拍臉這部電影的時候 那個水池就有一個非常非常長的鏡頭 然後這個杜樂利公現在杜樂利花園的前面就是羅浮公 所以你回去Google一下那個巴黎市區的地圖 它整個是一個很長的連續 而且有一條中軸線的地帶 那貝克貝這一段的時候拿去的 法國政府打算重蓋這一桌 那最好的是那個設計圖還在 設計圖還在 然後當初在把這一棟拆掉的時候 它的家具就究竟放在隔壁或浮公的地下室 所以連家具都還在 對 就可以完全復原 所以說它其實是沒有那麼困難 那它比較困難是錢 聽說要花什麼23億歐元再重新蓋什麼 不過我猜這個動機除了歷史的文化的一定也有幻光的 那一定是嘛 那時候拆掉是因為它沒事就成為一個政治保守的中心 或者政治激烈中心 我不知道 當時一時的想法 因為這個問題就會問說台北城 剛出爲什麼那些城門就是拆掉 然後改建的什麼醜之類的 這種問題有很多了 那當時在攻進皇宮的時候 進攻的這些共和派就包上馬賽基進去 這是法國的國歌的由來 所以法國的國旗跟國歌是不同時候的產物 因此政變之後成立了歐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也是法國的第一共和 請你把下面綠色小標的後面畫下來 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一直畫第三卡 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 掌握行政立場權 我們把這個時期叫做第一共和 因為東京沒有國王 為了怕各位忘記 投影片你再看一下我現在講的是哪一個段落 我們現在講的是1792年取代正式的 國會的立法會議的國民公會 可是它跟立法會議不一樣 你看看它既掌握行政權還有掌握立法權 所以它跟英國的國會比較像 就有點是即時行政就是立法權 這是那時候的政治經過 而這個時候的國民公會 比較能夠反映底層人民的利益 雖然它當中還是有一些是中戰階級 因此這個時期很特別 我們要一個一個來講 好 這是第一共和的模型 跟剛剛那一天差在哪裡 轉90度是很精確的講法 就沒什麼創意啦 就自由平等國外90度 好 這個時候法國有了一支軍隊 請你把他注視第二 給他三顆星 這是法國第一共和的法全面爭兵制 你知道現在台灣是不是還維持的爭兵制 男生嘛 那因此這種全面爭兵制 是在法國面臨內憂外患 內部可能有泰國賊外部 佛魯斯奧帝尼這些反法的國家已經開始進攻了 那法國危機存亡 很有可能會亡國 所以我就叫全國老百姓 你們都有當兵的義務 名字這個叫全面爭兵制 所以法國招募了一批很有愛國心 同時數量遠比其他國家來的龐大的一支軍隊 你要知道齁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 歐洲的主要國家都是國王自己去招募一批軍隊 所以戰爭不會太激烈 因為募兵不可能募的人數很龐大 所以18世紀前的戰爭齁 它的規模都不會太大 可是自從全面爭兵制之後 你知道戰爭這個時候規模就變大了 而且所有人是不是就把他的命運 跟國家的命運放在一起了 我要特別講這一點齁 因此國民公會時期 把這一張注意一下幫你統整了 這一張相當於特本43到44頁 一個一個講話 這一段應該很特別又很重要 又很血清 所以有紅色的原因在這邊 然後第一個 廢王政進入第一共和 所以法國進入一段沒有世襲統治者的階段 第二個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時期的國會叫國民公會 他是成男突選 也就是成年男子所一人一票突選出來的 當時女性沒有投票權 女性的投票權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 所以我們講的成男突選已經是那個時代的突選了 他選出國民公會 第三個 國民公會後來決定處死路易十六 因此引起了反法大同盟 法國為了應付這個很危急的狀況 採取全面正平日 擊退了反法同盟 而在這個國家內憂外患很緊急很極端很特別的時刻 國民公會組成一個叫公安國員會 就是要揪出內賊 你知道有很多的不知史革命嗎 有些貴族跟外國勢力募集嗎 所以我就用一個整肅的手法 把內部的敵人也清洗出來 因此這一段我們叫恐怖統治 這基本都是相關的 那我們就講一個最大的概念 看到右邊他反映了主權在你 所以這個階段特別顯示出 法國所有人都跟這個國家的命運是綁在一起 你沒有辦法抽身了 過去把你爭兵了你也不能拒絕 然後這個時候 國家的組成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所以也代表了人民 所以革命的第二階段很如說 剛剛一開始上課 批運時就講了 一、三階段比較弱克 中間第二階段比較如說 特別反映了主權在你 就是比較接近我們現在這種民主 直接的民主一人一票選出來 然後我們也有這個民主的 這樣子的國家型態 那這個時候的認同是抽象的國家認同 路易十六人的頭跟身體已經分離了 所以這個時候對法國的熱愛就是一種抽象 就是我對我的國家的熱愛 沒有一個具體流血流肉的軍王來做代表 好 到下一頁我們來處理一下路易十六 國民公會改建共和路易十六就被拘禁 那你總要處理這個被拘禁的國王 當然現在是一屆平民叫路易卡貝 要怎麼處置他呢 第一個他有什麼罪 國民公會一致決議他有罪 有罪你要處理怎麼樣的刑期呢 因此三百六十一票對三百六十一票 這個數字超戲劇性的 一票決定的把他推上半個檔 看出十七倍 其實類似的例子在鴉片戰爭之前 英國的國會在討論要要出兵中國 不若沒有記錯也是一票 歷史上這一種意外的事件很多 我以為會不是也是一票 做比罵嗎 客力表現 這或許有可能 不過這個很難瞧吧 因為你的想法是國民公會這一群人 可能是大家都很熟很麻糬 然後彼此瞧一下 我覺得這個要有蠻具體的證據 因為歷史你可以在每個點 都這樣懷疑是OK的 可是通常要造假非有 他比較強烈的動機 然後他在什麼時候造假 我意思說這個其實還蠻大的 不太容易解決的一個問題 好 那因此好吧 就是一票 因此探索實習 這個是路易十六的實習 我看他的背景 有可能就是在杜勒利同的前面 當不確定 如果是的話 那杜勒利花園當時根本就是一個清場 不過話說回來歷史已經這麼多年了 到處都是謊話過 可不可以接受這種概念嗎 到處都有死了他 到處都曾經死過了 好 統布統治台頭 我們進一步來講 等一下 呃 怎麼樣 我不要把他寫寫 他整齁了嗎 底下是寫啊 不然是什麼 因為頭砍下來會有寫沒錯吧 真的寫心啊 還好當時沒照片 我意思說這種畫面實在太寫心了 好 統布統治台頭 我剛剛講因為法國這個時候在緊急的狀態 所以公安委員會做了很多的措施 包含了對有錢人割稅 管治民生必需品 其實這個就是戰爭時期啦 會在台灣時的時候 把精神伏器來做個簡單 把請問 在日治時期曾經有一段很極端的時刻 也是實施了 當然不用準備婚人割稅 但是民生必需品的配景 然後對很多的物資都控管 請問那是在日治的什麼時候 你只要大概把你的名字講出來就可以了 謝謝 這是藏文嗎 17號 開更好 來 好 那一詞請白頂華同學位大 來 請坐 站錯了 二戰的時候 二戰的時候 對 二戰的時候 那如果以日本人他對外戰爭來講 這是他參與什麼戰爭的時期 那後來的太平洋戰爭的時期 顯得特別的變形 好 那你好像就算講對了 因此這一段我們放在台灣時期 叫戰士體質 來跟一下嗎 人家也不管不要可能都要捐 是不是也都沒有米了 配齊的米非常少 所以其實在戰爭的時候 這種比較劈力手段是比較常用的 那整比亞克兵派實行恐怖統治的領袖 是羅伯斯比 他也是屬於最激進的人 好像有人說他偷情像什麼摸動狗之類的 好 羅伯斯比的演講 再來不及了 1794年他說 社會保護只能給予平和公民 在共和國裡除了共和派均非公民 你要知道 他定義法復的是有排他性格 你如果還支持什麼軍族立憲 要把V16的親戚引過來當國 對不起你不是罵國人 這其實某個角度是違反言論自由的 我們今天在台灣 你要是有意願的話 你跑到凱召去喊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所以會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只是會有事 但是 他就問你自己還怎樣嗎 這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你如果跑去喊 剛剛共和國外 所以會不會有事 也不會有事 這叫言論自由 除非你是左手跑到西面山區 去成立一支武裝部隊 那你非凡那麼中華民 我那個才會有事 這叫言論自由 那你都應該有學吧 你現在在笑的是打算去成立武裝部隊 所以我們看到羅伯斯比這一套 是不是等於是打著自由的旗號反自由了 有看到革命已經來到這一刻了嗎 那就連一些贊成革命 只是不贊成羅伯斯比激進想法的人情 看一下在課本44頁 注釋第44頁 注釋第44頁 注釋第4的地方 柏蘭夫人也被推翻翻頭台 他後來講出一句歷史的評言 自由自由 多少罪惡 家族殖民而親 就是說你喊自由啦 可是你是喊著自由做一些不自由很罪惡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這是法國大革命走到最寫心 然後排除異己的階段嗎 其實我姑且舉一個例子 中國在八年抗戰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戰爭期間嗎 那戰爭期間我們就是跟日本似乎兩例 中國跟日本似乎兩例 當時有一個人就喊說 其實我們可以跟日本坐下來談談 那個叫王敬衛 他是馬上就變漢奸了 其實你看戰爭的時候 是最不能包容那個異己的聲音 我想法國在這段時間有一點這個意思 再來 那這也是一段所有人為法國奮戰的 那因此請你把總體戰寫在44頁 第二段最後恐怖投資的底下 總體戰全面動員 全面徵兵 這些都是同一個層次的概念 我戰爭為了獲勝我要動員所有的資源 而且我要讓所有的人洗腦 為了這個目標的前進 所以他有一個最嚴格的物資的管控 最嚴格的思想的管控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上面往下 用適配的方式來進行的 那我舉抗戰的例子請看 這是講中正在七清獨多喬事變十天後的講話 第五分東西南北 年不分南於老六 皆有收徒抗戰之子 好 聊到文法了 就是忽略到文法 多過四季一次也有可能講這句話 這是總體戰 所以中體戰是這個時候的發明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這個時期發明了很多東西 然後再請他45頁 不可能有一個革命式不斷的激情下去 當不斷的把這些潛在的敵人清洗 甚至連無辜的人都上了一段頭台 一定會引發一波反彈 最後一遍卡克兵限制中產階級的商業活動 因為這是暫時體制嘛 冒犯到了中產階級 那還有這時候人人自為 擔心自己就是下一個上段頭台的人 因此在1794年的7月來有一場政變了 這一場政變我們看到在44頁的最底下 你自己把那個政變兩個字選下來 反正變就要進入革命的下一個階段了 這場政變讓羅勃斯民下台被帶 還被推上了半頭台 其實畫面都差不多了好不好 那這裡結束了恐怖統治 那這個是羅勃斯筆的墓誌名 自豪是搞錯 我覺得這應該是不懷好義的人寫的墓誌名 過往的情人不要為我悲傷 如果我活著你那一個也別想活 還滿能體會恐怖統治 那個人人自為的那種氣氛 你有笑出來就代表這條歷史你要懂了 再來 革命命轉從激進到保守 國民公會在發動應該是說 國民公會有一部分的人發動政變 推翻了羅勃斯筆的統治之後 請看到45頁這是課本文字 1795年透過新憲法 這一套就叫1795年憲法 我們剛剛講的一套叫1791年憲法 所以這一套很困擾各位的就是他很亂 不太有引擎 國民公會全力交給誰呢 交給新成立的都政府 這是一個比較刮頭的統治 五個都政府代表的民主政府 那你看課本的敘述保守穩健 有限漸進 旁邊寫下他反映了中產階持的利益 他比較洛克 我們是不是講第三階段跟第一階段比較像 現在是第三階段喔 所以再把這一套叫出來讓你看一下第三階段 所以他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利益 他又是有財產的能砍 有限到有程度才能投票 不上行一個階段所有的男生都可以投票 這個階段自由大與平等 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利益 但四軍主力線只是一個描述了喔 表示這個階段其實是有一個比較少數人在掌權的 然後課本這個地方寫錯了你把它改一下 在內憂外辦第二段 那個寶皇派改成寶皇派 法國這個時候沒有皇帝 只有 當然是國王撕掉的吧 但是有支持國王的家族在回來復辟的 因此那個不是寶皇派是寶皇派 課本寫錯了 那這個時期跟第一個階段的差異 最大的就是軍政崛起 因為在內憂外辦在頻繁的戰爭底下 法國人一個是需要能夠平定這些動亂 擊退外國勢力的軍人 第二個是法國人需要光動 也就是有民主英雄喔 因此拿破崙是在這個過程上崛起的 各位看一下這是拿破崙 後來是法國的第一執政四年多的時間 然後第一帝國的皇帝 一共十一年左右的時間 他完全是一個革命塑造的英雄 在法國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一個青年居外 1795年他協助國民工會 平定保隆開始探斷 後來又遠征意大利 所以慢慢的累計戰功之下 很能夠迎合這個時期 從法國人需要英雄的心力 然後1798年請看一下45葉子最後一段 大概再給我兩分鐘喔 1798年遠征埃及 經歷在旁邊自己寫上 你知道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上句是講過的 然後後來遠征埃及的時候 曾經帶了一批高度學家 在那個地方滑出一塊石碑 那塊石碑後來成為 埃及文字破解一塊這樣 羅賽卡石碑這樣 賽可以是比賽的賽或者是要賽的賽 都有人翻譯嗎 所以對外的擴張跟考古是起頭並進了 可是隔年拿破倫被英國所擊敗的 這些考古連同其他東西都變成戰利品 現在放在大英國館喔 這個是人面師身向前的拿破倫 我這些都只是要加強印象喔 因為他不是照片喔 他是畫人 拿破倫的話多半都是他自己請人幫他畫的 所以都是呈現他正面的英雄的形象 這不就是一個遠征的形象嗎 征服者的形象嗎 那你看一下課本那一張 課本是不是有一張他騎的巨馬 要翻越二倍之三 據說他其實騎的這個位置 而且各位知道拿破倫是歷史上有名的孩子 所以他不可能看起來這麼高大陰頸 好簡單這樣 這是刻意塑造的 這一張是整個法國大革命 十年一直到拿破倫時期 往外的開箱拓圖 其實你記得一個當時的歷史的情況 當時熱蘭是分裂的 意大利也不是統一的國家 所以拿破倫以及先前他在建立 一直剩起來的擴張大概在整個中部是很明顯的 好1799年他殺著軍工發動政變 半島四十六頁 反正變代表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所以1799年11月的這一場戶越政變 結束了法國大革命 一般都是這樣講的 他命自己為第一執政 好這張是1799年的戶越政變 所以我們今天剛好把整個法國大革命講完 我們今天上課講拿破了以及工業革命的背景 直接下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知道要買化學保障 誰要買化學保障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不可以了 這個 不可以了 在是哪一個 這個